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拜拜 是不是 那你说怎么退 我给你打个比方 如果说不赚钱的一个前提下 你想退出你可以退 你想退出也可以退 包括我也可以退 但是我有权去收购你的股份 你要怎么回收 一块钱回收你的股份 一块钱你搞笑吧 你又投了几十万 你要一块钱回收我的股份 你的几十万是钱 他的几十万不是钱 我的几十万不是钱 如果说你把几十万全部都抽走了 那我们两个人等着跳楼 我们还怎么干 所以你要不干的话 我们一块钱回收你的股份 如果他也不干 那我就两块钱回收你们两个人的股份 我继续干 OK 如果说我要退出 我不干了 那你也可以一块钱回收我的股份 公不公平 可以吧 可以 那OK 那如果说我们三个人齐情协力 我们把这东西干得很好 赚钱了 那我们赚钱的话 我们要定个机制怎么退 分三年三个阶段 第一年我们退百分之七十 第二年退百分之六十 第三年退百分之五十 比如说五十万 那你第三年要退 我就只能退二十五万给你 我入股的时候 你也没说给我优惠打个折呀 对呀 我想请问你 你买过汽车没有 有啊 汽车会不会贬折 嗯 那我们这些装修会不会贬折 会不会 会不会 执救用不用重新装修 用不用 那倒是 所以呢 如果说呢 你第三年不干了 那我就按照五值退给你 但有个前提条件 我要分六次退给你 为什么 为什么 万一我突然全部退给你的 你在我隔壁开个店怎么办 不会吧 什么不会 执人执命不执行 我哪知道我们以后的人会怎么想 所以呢 我们要把丑话说在前面 这不是想不相信的问题 这是我们要把合同写得清清楚楚 把丑话说在前头 所以呢 如果说呢你不开心 你还来挖挖的人怎么办 所以我们这个禁业协议 我们要全部 我里面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谁都不能够翻这一种 你出去干了 然后呢来挖挖的人 那我就有权不退他的钱 或者不退你的钱 还有接下来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店 万一我们三个人干好的 或者干不好的 我们都要有一个储备基金 这个储备基金是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店啊 突然遇到了一些比较大的风险 然后呢我们里面啊没有钱发工资的 你愿意从你的口袋拿钱来花发工资吗 我愿意 你愿意吗 我不干没钱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拿 百分之一十到二十的这个钱啊 放在这个公司 我们不拿 等等抵抗我们这个企业 可能以后会出现了这个风险 抵抗风险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拿着这个钱 来发这家公司 嗯可以啊 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发展的更大了是吧 那我们就可以拿着这个钱开分店啊 开分公司啊 那行 OK吧 那可以的话我们这个合同就这么签 可以可以先合同吧 好 OK